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好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我们有个PD 我们都怎么解 当然我们希望可以直接得到solution 对不对 很明显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transform 所以我们就透过很简单的 变数分离 我们就把它变成为什么 连力 Body 好了 我们连力方程式之后呢 一旦有了Od 那Od就好解了 对不对 我们有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Initial Condition 我们把它引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解得部分的Od 它无法全部解完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把剩下的呢 再重新组合 OK 组合完之后呢 里面有些未解的东西 我们才再一次的利用Boundary Condition 以及利用正交的特性 最后我们就得到完整的解 这个是我们上师所教的 那今天我们举的例子呢 非常简单 我们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假设呢 我们在一个一维的状态下面 OK 很简单一维的状态下面 我们有个无穷大的未能 未能无穷大 然后我们有个电子呢 放在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头呢 假设它的宽呢 是A 另外一端是负A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放一颗电子 电子可以储存 可以存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OK 也就是说 事实上呢 我们只允许电子 在一条线上面运动 这个线呢 中间没有任何未能 它就好像在真空里面一样 那理论上在我们古典里面啊 这种古典里面一颗指点的运动呢 它的能量有 可以怎么样变化 可以连续 无穷的变化 因为在一个没有未能的状态下面 它唯一的能量就是动能 二分之mv平方 那它速度可以零 可以一直震 震到无穷大 可以负 负一直到负了无穷大 它这个连续变化 但是 当这个东西被限制住的时候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说 从近代物理的概念 它不行 为什么不行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指点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说它是一个指点 它有波动的特性 它本身就呈现出这个波动的特性 那既然它有波动的特性 我们晓得 就跟一个 就跟一个 吉他一样 假设它形成一个波 在这边震荡 不会消灭掉 那它唯一能够形成是什么样的波 注波 假设它不形成注波就不行 假设要形成注波 那就告诉我们 它的波长不是连续可变的 一定要吻合这个长度的某一个规则 它才能够存在 当然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去描述一个指点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左近见处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描述的清楚 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理论 找不到一个很好的model去描述它 你看我们光 我们都说光有几重性 光有什么性 几重性 双重性 对不对 光有什么性 波动性跟粒子性 你当然就会问一个问题 我闲来没事干去把它弄成一个双重性干嘛 难道我不能够找一个模型 就把它全部都描述清楚了吗 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双重性 什么地方用粒子性 你就试试看嘛 粒子性用进去 可以用跟实际上一样 就代表粒子性好用啊 什么时候用波动性 当然波动性用起来 跟实际的状况很像 那就代表波动性好用啊 我们只能这个样子而已 OK 这是目前的无奈啊 所以希望各位好好努力啊 哪一天啊 去发展个更好的理论 能够描述这个东西 把它描述的更加清楚 每比你的理论呢 更加接近实际 对不对 那你就非拿诺贝尔奖不可了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描述它的时候 我们很知道一件事情 既然一个电子小到这种程度 我们只能用波来表示它 既然是个波 这个波一定要吻合怎么样 驻波的形态 否则在这里面 它会不见了 一个波因为有摩擦 或者你不是驻波 彼此互相的消灭 最后波不见 这个电子会不见吗 不会啊 所以唯一的办法 我们只能够让它形成驻波 那不要告诉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只是这样描述好像比较合理 OK 所以呢 那修丁哥的课程呢 就是这样引入的 所以基本上 修丁哥的课程怎么写 我们写个跟时间没有关系的 time independent 这里面 它指的第一个 是动能的算符 OK 一个Hamiltonian 基本上就是个动能 再加上胃能 那么这个是它所处地方的胃能 所以这个是什么 potential OK 这个是什么 wave equation 我们来描述 这颗电子的wave equation 那么或者呢 我们叫做什么 eigenfunction 也可以 那e呢 指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它的energy 对不对 或者叫做 eigenvalue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energy 我们比较可以体会 energy就是代表 它所处的一种能量状态 什么叫做wave equation 什么叫做 eigenfunction 所以呢 当时呢 开始在发展量子力学的时候 没人搞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人搞清楚 一直到后来啊 比较了解的是说 当它自己 做一个期望值的运算之后 出来的值呢 跟物理呢 就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说 你刚好找到一个数学描述的模式 在某种运算下面 得到的结果 跟实际上的结果 比较像 你说这个实在是幸不幸运 好像也蛮幸运的嘛 对不对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这个 爱因斯坦很反对 一直到现在 还有另外一个自派的人 一直都在研究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但很明显的物理呢 只是要找个描述的方式 并不代表我们描述的方式 就是真实的自己 我们希望它是 但是呢 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眼镜当中啊 历史的进展当中 我们发觉 我们以前以为是的 最后发觉 它根本就不是 OK 它是非常像 那起码我们希望模型呢 一直提出来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对不对 那我们就越能够掌握住 这个现象背后的 一些基本的现象 好 我们除了现象之外 也不晓得该怎么描述 好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解这个东西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把它整个展开来 既然它只有一维 那一维就很容易做啊 我们先把equation建构好了 然后把boundary condition 把initial condition 全部列好了 剩下把它解出来就可以了 解完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它的物理意义 今天这个物理意义 非常的重要 OK 好 那因为它只是 one dimension而已嘛 所以非常简单 我们这equation就可以选成 好 我们先这样子写好了 当我们这样一写完之后一看 不对啊 这整个函数里面 只有一个变数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维嘛 就是x的变数 对不对 你告诉我 它除了x的independent variable之外呢 它有没有其他的独立变数 有没有 没有耶 它只有一个x的变数 那我们还需要用偏微分吗 不需要了 直接把它改成为怎么样 全微分就好了 太棒了 原来我们这个题目 根本就不是偏微分嘛 它只是一个ode而已 对不对 那非常容易啊 我们只要把它解出来就好了 OK 而且还有更棒的一件事情 不要忘掉 我们这个垫子处在什么地方 处在于两边又很强大的微能井 中间没有微能 在这么强大的微能井下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粒子呢 在这里头存在的几率 要非常快速的衰减 甚至于马上就变成零了 因为它是无穷大 所以这个粒子呢 在这个地方的wave equation呢 这个就好像一个吉他弦 你两边抓得很紧 不准它震 那这两边就只能是节点而已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个节点会不会震 不会 OK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在这两边呢 它的wave function 一定要等于零 同时wave function的微分呢 这边的写率呢 也要等于零 才合理 OK 当然这个比较物理的部分 留给进屋去交 这一面的微能呢 通通等于零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election 再进化一点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这个时候x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试 好 有了这个之后 紧接着我们要把boundary condition 引住 第一个呢 它告诉我们phi呢 它在正a的地方 phi在x等于负a的地方 通通等于零 第二个 phi呢 的一阶微分 在x等于零的地方 x等于a的地方 也要等于负a的地方 通通都要等于零 所以我们有boundary condition 一 boundary condition 二 其实应该有四个啦 OK 就看你怎么编号 随便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了 第一个 微分方程 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整理成大家很熟悉的 一种方式 不要 我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第一个是这样子嘛 我将这个 弄过去 最后再一项一到左边 就变成它这样 OK 非常简单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一是什么一 一是能量 目前在我们设定里面 这能量最低的就是零嘛 对不对 最低的能量就是零 因为微能呢 它是零 微能是零的时候 你的能量不可能比它还要低嘛 对不对 你站在一个山上 这个山呢 高度是一百公尺 然后你说 你所在的地方是海拔 五十公尺 可以吗 除非你挖个洞 藏在下面 OK 否则是不会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明显的 一一定是大于等于零 有没有可能等于零 有啊 有 也有可能等于零 有没有可能不等于零 我想大部分的时候 不会等于零吧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它的解呢 第一个 OK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 那它的解呢 会等于什么 cos acos 根号2me over h bar x sine 根号2me over h bar x 我有没有算错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有没有问题 你要是看不懂这个 我写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大家会不会解 这会了吧 你说 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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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还没那么简单 应该是这两个 要做线性 组合啊 对不对 那我是否就可以将怎么样 两个a 两个常数摆进来啊 一样画葫芦啊 那它就可以有 第一个解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的解 好像是这样 现在有什么是未知数 哦 我们未知数都说要用蓝色的 对不对 那这样全部都得改掉 一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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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当然fi本身也是未知数 OK 结果我们解出来一个方式里面包含四个未知数 连自己本身都不太清楚 应该说三个未知数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有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有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i a 要等于0 所以假设我们把a带进来 是不是代表这边是a 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个式子是这样 第二个式子呢 是当它x等于负a的时候 它也要等于0 那我们再把它带进去 那第一个呢是a 也是放a 因为cos是偶含数嘛 所以正负都一样 减掉 现在要用减的了 因为三式基函数 会得到这样子 所以这样一看 很好玩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只说一个正一个负的而已 对不对 两个通通多少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相加 对不对 我们把它相加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弄进来 是不是变成2 a cos a cos 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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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8 对不对 那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 它马上告诉我们 它要等于0 它有两个option 第一个是后面这个等于0 前面不等于0 第二个是前面等于0 后面不等于0 对不对 一定是这两种状况 那我们来讨论看这两种状况 到底有什么样的situation 对不对 讨论完之后 我们带回来看看b是怎么样 假设你说a等于0 最后得到这边也有个b等于0 那还有什么c场 a跟b通通通都等于0 就代表没有答案 它告诉你说 你把一颗电子进去 最后电子不见了 好伟大 对不对 好像变魔术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讨论讨论看看 它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来case a 第一个case 假设a不等于0 所以a是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让b啊 等于0 抱歉 不是b等于0 后面那个cos 告诉我cos什么时候等于0 2分之π的基数倍 对不对 应该是说 这个 那等于说 等于说什么 n加2分之1π 假设n从0开始 可不可以 这样子安排可不可以 0带进来就2分之π cos2分之π等于0 1带进来 2分之3π cos2分之π 也是等于0 2带进来 2分之5π 也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做是可以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n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的1啊 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2m分之1的后面 这个乘过来的平方 n加2分之1 2分之1的平方 再次拿h bar平方 π平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1啊 在这种状态下面 它的能量是很多种能量的 它可以写成n 对不对 原来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种的状态 这个给第三个事情 对不对 原来它可以这个样子 那可以这样子就蛮不错的啦 OK 当然假设我没有回到这边来 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啊 我也可以把它剪掉啊 OK 我只是把这条线重新弄一下 剪掉的意思代表 a会剪掉只剩下b啊 是不是0 等于两倍的b 乘上sine 根号2m1 overh bar 乘上a 哦那边我少成一个a哦 抱歉 你看看 你们都没有看到 我也没看到 现在才发现呢 所以呢 这个可以写成第四个式子 那是不是从第四个式子里面 我们有个case2 他告诉我们 假设b也不等于0 b不等于0的状态 那么后面只好怎么样 sine怎么样 根号2m 1 overh bar 乘上a 要等于0 是不是 就是下面这个 假设b不等于0 因为它应该等于0嘛 那是不是后面这个应该等于0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2m1 overh bar 乘上a 要等于多少 pi的整数呗 pi m会等于什么东西 0 1 2 这样下去 可不可以 不行了 他一定要从1开始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1要是有等于0的 这0一带均 他anytime 通通都会等于0 那也可以啊 谁规定他能量 不能够等于0 好没关系 我们先暂时这样 那这个时候 从这边是否又告诉我们 1呢 还有另外一个分法 弄错了 蓝色的1 我们可以把它排列成m 等于怎么样 m平方 h平方 pi平方 over 2m a平方 a平方 ok 是不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能量的 分布方式 ok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这颗电子 处在这里面有好几种状态 好几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我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画一下 我们看看哪个低啊 第一个状态 这个是h8平方 pi平方 over 2ma平方 这边有2ma平方 h8平方 pi平方 所以 这两个都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 这个后面有个m平方 这个n加上2分之1平方 所以n等于0的时候 它得到什么 2分之1的平方 等于4分之1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边1啊 除以 除以这个h8平方 pi平方 over2ma 我们把它除以 这个系数 2ma平方 之后得到第一个 四分之1 它允许的状态 第一个在这边 所以我把这个状态 画一条线 第二个地方呢 n等于1的时候 会等于2分之3的平方 2分之3的平方 2分之2 每4分之9 对不对 4分之9 哇 第二个怎么跳那么高啊 假设在这边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带进来呢 1呢 就是1嘛 4分之9 将近2 4分之1 它大概在 这边 你发觉它存在 要是这个呢 这个是属于cos的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 Igon value 类似这样 这个 也是cos的 OK 它是cos在这里面的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会等于n 加上2分之π 第一个呢 n等于0 就变成2分之π嘛 2分之πx x等于0是1 然后到了这边 变成0 没有错 第二个是2分之3π 2分之3π 它会怎么样 它的微方形会是这样 但是能量是4分之9 上来呢 这是第一个 它会得到了 类似这样 我不晓得话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从这边 就马上就告诉 我们一件事情 这颗电子 存在于 这个未能井里面的 状态呢 不是随意的 要么就是这个能量 要么是这个能量 要么是这个能量 一直下去 各种 都有可能 假设是处于这种能量 那么这个时候 它物质波 就是长这样子 假设处在这个状态下面 它物质波 就是类似这样子 假设处在这个状态 它物质波 就类似这个样子 OK 也就是它的 Way of creation 就可以解出来